万子梁一张照片静音热议 网友,大哥还是大哥? 儿子正面照太帅了 在影视剧中后很多大哥的角色,不过这些角色并不是谁都能演,必须要有气场的人,才正得住场子,周润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,不过两个人比他还有气场, 那就是一股的邓光荣与现在过得并不好的万子梁 万子梁年轻时因不善理财以及离婚等影响,并没有像很多大牌明星那样攒下丰厚的家业,因此万年难免为生活奔波,不过最近他一张与邀请他商演的老板,坐在椅子上聊天的照片走红于网络 网友,这气场真的是不减当年 网友更是调侃,大哥还是大哥? 这张照片可谓是唤醒不少网友的回忆,有网友调侃道,大哥怎么没带上陈浩南与山姬,更是有人感慨,大老板瞬间被秒杀,当然更多是同情他的网友,更是表示没想到曾经的演技派大哥。 竟然落得这不天地。 万子良在香港娱乐圈,也曾是一个传奇人物,不只是因为他有大哥的气场,而是因为他真的是实力派,他的戏路极宽,义正乙邪的角色演起来都是得心应手,曾被誉为千面笑声,演技是没得说的。 万子良看着有大哥气质,但出身却极苦,他本该姓胡却因家净贫苦,被过计给姓万的人家,因此他也改姓万。 而他在19岁的时候,考入香港力的电视台议员训练班,由此开启连自己的演艺生涯。 而长相帅气的他起点非常高,一出道就主演电视剧《三少爷的剑》饰演剑神谢笑风,那时古装打扮也很帅。 随着电视剧的热音,他也一炮而红,随后他又主演了《太极张三丰》等古装剧,很快就成为《当红小生》。 万子良与很多杠星一样,都是在电视剧领域成名后,开始闯荡电影圈,不过在电视剧中他是主角,在电影里却变成了配角,而且因为非社会大哥的气场,在很多电影中饰演反派或者大哥这样的角色。 其中比较经典的如古或在系列的中的黑老大蒋天壤,大哥大中的吴进城,无论是蒋乙奇的大哥,还是那些狠角色,都是得心应手,真的是一个眼神就可以杀人形象。 而在这些影片中,演技与角色最经典的就是江湖情中的反派阿勇,剧中将自己大哥的妻子杀害,还一直追杀鸡哥,是个忘恩负义的叛徒,但无论是演技还是气场,都完美盖过主角刘德华,而与周润发同台标戏,也是不落下风。 而万子良在生活中,也很有大哥风范,当年周星驰还一文不值时,两人就是好朋友,更是将其推荐给李休闲,周星驰这才参演了《毗力先锋》,并评级该片拿到第一个最佳男配角奖,这才有了后面第一心也。 而周星驰成名后,也是一心报恩,因此在拍喜剧《之王》时,就找老大哥来演第一男配角,但有一次却因,临时改变拍摄时间却未通知他,导致万子良在片场白白等了好几个钟头,万子良也因此大怒,两人才行同陌路的。 而他提携过的另一个人就是林家栋,林家栋在TVB演戏时一直叫他师傅,后来想转战电影圈,于是万子良就找到老朋友刘德华,希望他可以带带自己的徒弟。 就这样林家栋签约了刘德华的电影公司,并评级自己努力,如然拿到了影帝。 相比他的事业,他的感情可谓是一波三折,当年他与甜妞时,轰动香港娱乐圈,TVB全程直播婚礼,周星驰给他当伴郎,邵义夫先生为他当主婚人,可谓是非常风光。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,这段婚姻仅维持了四年,就各笨东西。 而他的第二任妻子郭明黎则是一位空姐,更是他的粉丝,在12岁时就很喜欢他的影视剧,在1996年与一帮空姐在新加坡逛街时,刚好碰到万子良拍戏,就这样在朋友的撮合下认识了。 两人虽然相差16岁,但最后还是因为爱走到了一起。 妻子婚后为他生下儿子,儿子的名字很土豪叫万大千,儿子长得很像他,只是有一些微胖,也是一个小帅哥,而他的晚年则不是很好, 因为家族遗传患上糖尿病,痛风以及胆固醇过高,更因长期服药,导致身材走形,记忆力下降等,可谓是非常凄凉。 而且万子良脱发严重,因此不是戴住假发,就是要戴帽子遮盖,而当他现身某伤眼时,主办方放上他以前的照片,而从合影中可以看出,简直是判若两人,早已没了一当初的气场。 而现在他已经是61岁的他,依旧是为了生活分拨,演不了影视剧就参加各种商演或者婚礼,而之所以这么拼,就是想给妻子与儿子多留下些财产,他更是表示,我不怕死,就是舍不得儿子。 可见他也是一位慈父 真的想不到一代影坛大哥,现在竟身受病痛的折磨,更是没有了往日的风采,不过庆幸的是, 有妻子与儿子的陪伴,生活也算是幸福美满,最后也祝福万子梁早日康复,能重返影坛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